其实你的样子虽然跟原作民有点像 不过你这样跟他们组合在一起 好像他们是传统原作民 比较像从夏威夷来的 对对对 你的样子比较是外来亦来亦足的这样子 但是放在一起反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尤其唱歌这种力量 我觉得前面很多反拍 你在很多唱 唱很多反拍进来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唱法 因为通常唱反拍进来 比较不容易把拍子抓得很准 因为它有固定的那个tempo在里面 不过你后面还有 有回到正派来 我觉得就是蛮好的 这首歌我给你还蛮不错的评价 谢谢老师 丁晓鸥老师请 好 我觉得现在看罗平怎么越看越顺眼 为什么 我不知道其他观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以前我们听罗平唱歌 他是很静态的 现在我看到罗平就觉得他是一个动感的 是一个很动态的歌手 所以我不知道罗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这两个多月 你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来到这边真的学到很多 不管是跟老师学到 跟瓜哥佳琪姐学到 然后也跟很多的前辈们 一起学学到不同的东西 像我台语越来越的进步 都是要感谢我们方兴杰 还有建富哥 真的一句一句这样子教我 真的觉得好感动 对罗平来说呢 其实站在这舞台上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你这一段的经历 不管我觉得以后成绩如何 我觉得你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收获 这个是我觉得给你最大的奖励 真的很感谢老师 谢谢 好 那讲今天这个歌 今天这个歌呢 罗平其实唱得很活 所谓很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在一直安在那个牌子上 譬如说 他是在正拍 罗平今天运用很多的反拍 或者说我们说是这个抢拍的唱法 譬如说 这叫做抢拍的唱法 这会让这个歌呢 比较活 比较灵活 但是切记不能用太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今天很多的装饰音 比如说这个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 你加了很多 我们平常不习惯的装饰音 加装饰音没有问题 但是也不能太多 如果装饰音太多 抢拍也太多 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小油 所以今天这个歌呢 会觉得 这个演字名 这个阿密斯 怎么有一点点油腔滑掉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个歌 也告诉罗平 有些时候呢 我们正拍唱 在某些地方呢 让它有点变化 叫做画龙点睛 但是装饰的东西太多 它可能就会有点油 所以今天这个歌呢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反而是最后那个站舞 我觉得那真的会让我们觉得 哦 原来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点撒鼻鼠在 所以我觉得呢 真的 我们今天看一个表现 是整体的表现 真的要谢谢 刚刚那些原住民的朋友们 我觉得他们的 这些年轻人的活力 有带动这个歌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尾 谢谢慧老师 谢谢 谢谢你们 要看罗平这首歌 能获得几分啊 评审请给分 今天走原住民风的印度 王子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几十八十九十几分啊 九十 九十一 超越了 少数点是 九十一点 九十一 恭喜得到 九十一分 谢谢 你放心啦 是 恭喜 但是两位表现都很好啊 对 是做有张力嘛 对不对 罗平对于评审 刚刚给你这样赞美 你自己还有什么 其实我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我真的是用很融入自己的感觉 下去唱的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在原住民唱起来 我觉得他们是很freestyle的 对 就是完全是照着心情去唱 那我也是试着就是 把心情调试跟原住民一样 用很快乐 跟那种 看到 黎珊痴情花一个美女的感觉 下去唱歌 所以可能带有太多自己的感觉 对 那我会继续把它再修准改进 对 那会太有了 好 也谢谢芳馨 谢谢 我们接下来从罗平的票箱 要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们 得奖的是 恭喜这位幸运儿 得到奖金3000元 是 再次谢谢芳馨 请稍微休息一下 来 也恭喜罗平 请登上 魏冕哲宝座 恭喜罗平 魏冕两关 得到奖金4万元 终貴一句话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不好坐 每个人都有实力 每一个礼拜都有压力 战战兢兢 即使你做了七个礼拜八个礼拜 也有可能连续两个礼拜 没有过关就可能要打回原型 对 或许又会拿到一张黄牌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王建復呢 非持终之物 罗平呢这样推吉他 他下周一定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大家敬请期待 在四个礼拜